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煤的话就相当于血湿吗 是 基本上就按照一摩一袋就是两亩地 哪方面比较不错 这个煤上巧克力以后啊 叶片呢 正大 正厚 完了 你看这叶片 就是说不煤巧克力它根本没有这么大 也没有这个颜色 它这个是黑 很多黑 你做完一把硬 不煤巧克力那个叶片你黄 薄 所以呢 还是巧克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果粒它也大 咱平二比一下就可以 就有对比啊 现在还没有到成熟期 如果再停一个月是成熟期的 果粒还整大 都能切出片 去年因为我使用了这个东西 去年就用巧克力了 在库里存了十三天的话 存的还不远 就是相比较人家的 没用巧克力的 咱那个不转是吗 不转 你看 比如说用这个储格肥什么的 没有我们这个用巧克力的果子硬死 耐储存是吧 所以硬度好了以后肯定它那个储存 一是刚才您说的储存时间要长 二一个耐储存耐运输是吧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口感方面 听他们说就是 口感要好是吗 我这里啊 不单是淘蔬菜 我都喂的巧克力 这四目都的全是巧克力 就是我喂大切的 都比应不喂巧克力的切的好吃 口感好 这个云豆 蔬菜 你为什么什么好吃 因为口感好是因为它那个含糖量高了 含糖量高了以后 这个密度要大 还压秤 就是增收了 增收同样那个咱们价格的情况下 增收了以后肯定就多卖钱嘛 你果子硬实的话 你就花高价也愿意买 你果子远的话 它就一泡水 人根本就不值钱 谁也不敢要 它不肯运输 不肯储存 所以这个价格就不好 是吧 那个好卖吗 比它们来讲的话 好卖 因为它口感好 甜 价格呢 比别人会高一些 会 就是我们那个今年 雨水比较大 我看很多那个地里边 都有那个揪了葡萄粒 都扔出去了 可能有些裂的或烂的 但那个现象明不明显 不度急少数 从这一方面能看出来防裂果 然后抗病 来尝一下 对 从叶片来看 你看我这叶片 它就不得霜霉病 你看 你不管是叶正面 是叶面背面 是白粉病 因为它的叶度厚 它有抵抗力 它们不叶也胜病 原因什么呢 就是这个巧克力的作用 你看这叶片后边 它多光滑 就证明什么 你巧克力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对对对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我没冲过两遍了 接下来的话 还冲不冲了 再五六天 还得冲 再冲的话 它起的作用是哪方面作用了 就是对锅脂 辨识快 锅脂又厚 它能耐储存 非常感谢木叔 对我们巧克力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